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能够承受应许 那么要遵从什么呢 神的百姓要遵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 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切话语 并且经文强调 对于神的话语 人不可私自增加 也不可私自删除 这提醒着我们 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确实的 是完整的 不是神话 也没有模糊地带 我们不能忽略任何内容 也不应该按自己的意思强解经文 要记得神的话语 不是一份菜单 我们不能只挑自己想要的 而故意忽视那些我们不喜欢 或是不想要的部分 为了加强以色列人 对神话语的信心 摩西更提醒以色列人 遵命而得存活 不是未曾实现的应许 不是看不见的 而是他们实际真实走过的路 即将进入迦南的这一代人 礼当永远都不会忘记 上一代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悲剧 那一代都被神除灭的先祖 就是因为他们不遵从上帝的命令 当今日我们读者 记载在圣经当中的历史时 是否也同样被摩西所提醒到 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神的选民 因着悖逆而失落 而我们是否也会步入相同的后尘 或是我们因为听从神而得胜 将来得以进入永恒的国度当中呢 遵行律法而得以存活 是内在的益处 那什么是外在的益处呢 原来当神的百姓尊崇神话语的时候 万民会因为以色列律法当中 蕴含的智慧而感到钦佩 并且在万民的眼中 以色列能够被看为大国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不是最大的国 但以色列与别的大国完全不同 以色列因为两件事情而伟大 第一 以色列与永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也就是摩西所宣称神与以色列相近 第二 以色列有着与别国完全不同的公义社会体系 盼望今日的我们也因着遵行律法 不只自己得以存活 同时间也因此而得以在外邦的面前 见证神慈爱的同在与公义的律力 接着我们来看效忠这件事情 经文九到三十一节提醒我们要对神敬忠 摩西提醒以色列 以色列很可能会忘记上帝曾经为他们做的事情 也很可能会忘记神对以色列的吩咐 因此教导和学习是很重要的事情 圣经当中蕴藏了关于神的伟大记录 但若我们不读经 书中的一切智慧就全然与我们无异 而不读经也会使我们无法认识神 以至于我们会无法按着神良给我们的心意 度过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要警醒 因为一旦轻忽了对神话语的重视 就会使我们无法对神尽忠 接着摩西用极为严厉肃穆的字句 警告以色列不可拜偶像 为自己雕刻设立偶像这件事情 就是败坏自己 因为这是神严严的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当以色列如此行的时候 本是烈火且忌邪的神誓言将这些人都进行除灭 并且分散在万国当中 等到那个时候 以色列就只能在外邦人中侍奉所雕刻的神 千万不要忽视了拜偶像所带来那严重的后果 过去神的百姓的确在南北国灭亡的时候 经历了神预言的实现 以至于被掳到外邦地去 而圣经也提醒着 今日还存活着的我们 审判的日子将会来到 而到那时候 就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机会了 最后摩西说明了 为什么耶和华神是配得我们尊崇并且效忠的神 就是因为祂是独一的神 从出埃及的历史当中见证了神的独特 祂大能的作为是历世历代中 没有任何神可以与之相比 因此摩西说 唯有耶和华祂是神 除祂以外再无别神 而这样大而可畏的神 竟然拣选了以色列的列祖 并且赐下土地的应许 这是多么伟大的爱 实际彰显在我们的面前 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时 我们理当能够坦然地尊崇祂 以及效忠祂 而当我们尊崇以及效忠神的时候 我们将会经历更多神奇妙的祝福 并且在祂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地上 得以长久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帮助我们愿意遵从一切 祢所吩咐我们的 尊主祢的名为大 一生定义单单服侍祢 因为唯有祢是真神 唯有祢配得我们将生命献上 全然为祢而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